字幕提供 硬舉就是硬舉 他沒有分 健美的硬舉沒有分 他只有技術論戰上的不同 健力跟健美之間只有說 他的一些技巧有不同 但是大方向是一致的 他的練法的差異性在於 我跟大家講 在於你今天走的刻表是 積耐力的刻表 還是積肥大的刻表 還是功能性的刻表 還是 增加力量的刻表 在刻表上 重量上 休息時間上 吃的東西上變化的不同 現在2017年 全台灣有95%的人是沒有在運動的 大部分的人對活動度都有極大的問題 根據教練教學來講 幾乎超過50以上的人在健身房 都有活動度不足的問題 活動度包含的三關之外 關關節 膝關節 懷關節之外 還有胸椎 腰椎 肩關節跟頸椎 他影響了你每一個動作的活動度 如果你在做硬舉 硬舉的確是一個相當棒的動作 如果你沒有辦法採用一般硬舉的話 你可以從這種六腳槓硬舉開始 他的優勢 館長一邊練 來一邊跟大家講 這一支是ROCK的空六腳槓 也叫菱形槓 空槓這一支重27 現在加了槓片 77公斤的重量 來開始做一個熱身的講解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 他這個槓的起始位置 是高於一般我們用槓領 如果你活動度不佳 甚至你協調性不好 你對動作控制有缺點的話 如果沒有教練在旁邊 你們自己去做硬舉 非常容易造成 內層腰方肌受損的問題 拉傷的問題 這個時候 你因為不會動作控制 你的力量會隨著行程 會跑來跑去 所以你們可以採用這種 較高的 較高 這樣子你的腰 你的下背的肌群 負擔性不會那麼大 不需要將 寬那麼後推 你的腰 不需要那麼下去 然而最重要的重點是 他的重心握把起始點 並不是在身體的前方 重心點並不是在前方 他是在兩側 所以你的重心維持會更容易 除了高度較高 身體也不會造成前傾嚴重的問題 所以你比較不會造成二次動作 腳先起來的腰還在下面 你本來這樣 腳起來腰還在下面 然後原背拖上來 比較不會造成這樣的情況 我剛剛給大家示範 從77公斤開始 有沒有 我身體根本是直的 有沒有看到 我身體根本是直的 導演 谢谢观看